在长春火车站前有那么一家小超市 商品是没几样 可是这个老板的利润却非常大 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凡是进这个店的顾客 总会碰到门口柜台上的蛋白质粉 然后呢这个盒子摔碎了 顾客得赔钱了 民警连续暗访侦查四天 发现这家超市的收银台上 总是放着两盒蛋白质粉 其中一盒放在柜台边缘 另一盒与其成直角放置 两盒紧贴着 民警觉得其中有蹊跷 就留意观察 结果发现两盒蛋白粉大有蚊帐 原来超市就是用门口的这两盒蛋白质粉 玩起了碰瓷的把戏 每盒蛋白质粉标价298元 而装蛋白质粉的玻璃瓶特别易碎 民警发现有些受害者 实际上并没有碰到盒子 那么既然顾客并没有碰到这个盒子 怎么就掉到地上去了呢 我相信不少的观众已经在寻思 是说这个盒子上装了一根线 顾客经过的时候就会碰到呢 还是说这个盒子放在边缘的地方 走路的时候会产生震动 把它给震下来的呢 那么这个老板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这个隔空一屋呢 咱们接着来看 原来放在柜台上的一盒蛋白质粉里有机关 打开盒子 里面装的是机械部件 它是用汽车中控门所改装的 和一个遥控器配合使用 当旅客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按一下 这一除来 就把旁边的盒子弄到 在超市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一按遥控器 盒子里的机械探头 就会伸出两厘米长 将紧挨着它 放在柜台边缘的那个 蛋白质粉盒子挤掉 这时顾客就得拿钱 买下这瓶摔碎的蛋白质粉 这家超市经营者一共是三个人 那么据他们的说法说 这些蛋白质粉 竞价才28块钱 不过呢 标价高达298块钱 开这家超市 主要就是为了敲诈 目前呢 三个人已经被行政拘留了 你说干点正经生意不行吗 非得走这种歪门邪道 古语不是有云吗 说富贵我所欲 不以其道得知 不处也